大家好,我是环华骑行 骑自行车从上海出发 围绕中国的国际线骑行去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甘肃省的敦煌市 到了这里一个葡萄园里面来 来摘这个葡萄 他们这里的葡萄是特别好 非常多 还有好几万亩这个葡萄 而且非常便宜 大概是五块钱一公斤最好的 便宜但是一块多一公斤 非常好吃 特别特别甜 这里的葡萄 准备进这里去 摘一点葡萄 是哪种葡萄 是玻璃萄吗 是吃里达玛特 哪一种好吃一点 那一样长一点吧 你看这个葡萄 这里是敦煌式的葡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特别漂亮 这个大哥带我过来来看 摸一下 太多了 他们这几万亩 全是葡萄 甘肃省东黄市 他们这里主要特产就是葡萄 哈密瓜 还有那种南瓜 西瓜 好地方啊 你看这个葡萄太大山了 大山 这个大哥带我去摘一点 好吃一点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东黄市的葡萄 哇 他们这里一家人都能种好几十亩 特别 长得特别多 你看 非常漂亮 现在 还不是完全特别成熟 大概还要一个月左右 但是它品种特别多 有的品种也可以吃了 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还特别便宜 它这个是最贵的才五块钱一公斤 那意思就是两块左右一大斤 给大家看一下 这 哇 多云黄市的葡萄 这就是 大家需要买的 可以到他家这个葡萄园来摘 价格特别便宜 一公斤五块牛上 看 这个葡萄 太漂亮了 给你把它切了 这个以后 我给你洗 没事 要得你这个 这个你吃不吃 哦 这种是那种小口的是吧 嗯 这种叫什么 叫玻璃脆 玻璃脆 玻璃脆 我再一个尝一下 嗯 这种是玻璃脆是吧 玻璃脆 行我尝一个看一下 这个大哥是免费带我去 他原子年摘的 给他钱他是不要 还特别热情 可以 非常好 可以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这个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假期再见 你以后叫马圈 以后叫马